我走的旅行路线你也可以来 愿你这一生既有随处可期的江湖 也有追风逐梦的骁勇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自驾 这就到门口了 嗯,在日本中 雄志 爱因光临 哇,一堆雪屋 开杆啊,厨牢呢 来看照片 刚才行的啥呢 手动的 这里面好大啊 嗯,比别过去哪儿 你走到时候建的还好呢 还有楼呢 摩托 前面那边好 然后明天走的时候呢 嗯,全身大啊,这里面 不错啊 圣诞村也有 哪村 圣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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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圣诞村会碰见圣诞老爷爷吗 有圣诞老人 他会跌过礼物吗 不会 那我看他干啥 那我自己穿上衣服不行啊 那是芬兰来的 就是,说芬兰语呗 你会吗 英语还是英语 英语特会的,黑英语 这就是最北游局 这个就是最北游局 对啊 下次再去 这个明天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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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那年记得个明天 对啊 记得十一天 收了吗 收了 是不是啊 有些好多都收不到的 对 我妈从 我从哪儿 鸡藏机回来呢 我也没收到 我鸡的饭是那种 好几年收到 然后鸡的20年后的鸡 不是20年后 好像是这种 两三四个鸡 三年以后看到了热烈盈眶 对 你咋哭的热烈盈眶 我好像不忘了 然后我妈从台湾给我寄回来的 我也去 所以说下回 然后所以我去每个地方 我都买明镜票 我也不记 带我去 带我去 一排的取暖器 这个 这是卫生间 还有热水器呢 这个就是北极村的民宿 窗外呢 也是一层薄膜 拿脚布沾盘 窗外 我现在在刚刚到北极村的一个民宿 今天晚上在这里住 然后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村子里面的状况 这里就是北极村里面的 家家户户都有院子 看一下 家家户户都有院子 而且它这个院子外围都有这个木材 累了一堆的木材 可以取火 看一下还是这个窗户上 外层啊都蒙了 包了一层这个薄膜 塑料薄膜 这样的话就不会漏气 地上的雪还真很厚 虽然好久没下雪了也是 特别厚 看一下远方 近况就是这个样子 具体其他外围情况 哦 具体待会其他外围情况的话 就去其他的地方再看 极光街就是这一条街 然后 这是一个水果店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家庭旅馆中 这里是北极村 这个北极村的话 好大 刚刚进来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走进来都开 感觉 走了好多分钟才走到这里 而且这里还只是 感觉看起来像是一半一样的 你看还有好长的 范围特别广的 这一个北极村 现在 跟团的两位小伙伴 他跟导游一起滑雪去了 滑雪的活动我个人没有参加 我现在有时间自己出门逛一逛 在这个村子里面晃荡一下 溜达溜达 走 看一下 路面上还要好滑呢 你看 全是 这种血压硬的 看一下这个 院子 每户人家都有多大一片院子 非常的 几乎每户人家都有 好 那边应该就是黑龙江了 那个山下面 那个山坡 那个山坡的话 应该是属于俄国的 因为这个北极村的话也是靠 那个 黑龙江边 看一下 看一下人家的 大棚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冻菜的大棚 不过现在把顶拆掉了 只剩下一个壳在这里 现在在路边发现一家非常有特色的民宿 看一下 这是他们家门口 他们起来 俄罗斯了一下 就是带这种俄罗斯风味的 这个民宿 家庭旅馆 门口 都有了这种装饰 看一下 外面应该 有个棚子一样的 这个比较好看 这也是一个家庭旅馆 那里写呢 OK 我们继续走 现在的话我想去黑龙江边逛一下 刚刚从那边沿着黑龙江边走过来 到处都是这种的客栈 酒店 不过这边的民宿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一两百块钱 如果是酒店的话 至少应该是四百起 新拖 看一下 到处都写的 北极人家 到处都有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就去这个 看一下这个雪屋可以进吗 哦 都拦起来了 这个雪屋都拦起来了 看一下 根本就没有开门 如果开了门的话 它里面还有那种 就是住宿的房间 不晓得可以去参观一下吧 关门呢 看在这里 这里有 好 我先去这里拍个照吧 先去那里找人拍个照 不 然后待会儿人走了 没有人帮忙拍照 旅游是心灵的向往 欠自己的旅行 终有一天要还给自己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 你就会以为这就是世界 这个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同时呢也非常期待 能够得到您的关注与点赞 谢谢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